天就是改變的意思 資深藝人賴佩霞在人選之人 躁浪者飾演總統候選人林月珍 如今珍要參選副總統 回顧她的演藝生涯月曆豐富 我怎麼看人家不在家這麼看 聽幾人 我看法官是什麼事情 和諸葛亮同台演出 兩人鬥嘴台下歡笑聲不斷 由美日血統的賴佩霞 當年少見的外國臉孔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而她最初是歌手出道 賴佩霞十八歲出道 一九八四年首張專輯 四年後台語專輯 到二零零八年都有作品 除了是藝人 也是演藝圈著名的新媽 女兒是謝佩恩 媳婦是隨堂 這回參選坦言家人都不知情 更形容她們可能下巴都掉到地上 謝佩恩透過經紀人回應 看新聞才得知 需要再了解什麼情況 更有人發現直播當下 隨堂默默在觀看 透過經紀人回應了解後再回覆 而這回成了郭台銘副手 演藝圈也大吃一驚 我在想為什麼沒有找我 因為我想我的聲量會比較大吧 我們演藝人從政 如果能夠 當然能幫藝人多做點事情 幫藝人發聲 其實台灣的藝人 其實也都滿辛苦的 像看到炸彈一樣 對 有一種覺得說 好像角色從戲裡面走到戲外的感覺 感覺好像是另外一部戲要上檔 以前合作過劇場吧 舞台劇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非常照顧 新進演員的長輩 人選之人 造浪者賴佩霞精湛演技 入圍金中迷你劇集女配角 不過根據公共電視法規定 節目製播 不能替政黨或宗教團體進行宣傳 10月即將播出 恐怕引發爭議 對此公示表示 高層還在開會討論 若有結論會再對外公布 三天新聞該喊人士 晚一台北 測訪報道